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度失职患者有没有他们一个专属的社区 有 就在荷兰 他们企图以行为疗法来取代药物的控制 还有我们看看在日本已经缔造了百年历史的保种歌舞团 这个清一色由女演员搭起的歌舞团 缔造了日本百年的历史文化的华丽地位 欢迎来到今天的影断世界 这个星期我们在美国第一夫人密雪尔·欧巴马的社群网页上 看到她推出这么一张照片 她神情严肃地举着一块牌子 牌子上写着赶快把我们的女孩子们带回来 这些女孩子所指的是三个星期前 在奈及利亚被绑组了大约250名的年轻女学生 这三个星期 国企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的人道行动 要求世界当局结合行动力量 来营救这些可怜的女学生 美国不仅声援 同时已经派出了十几名的特型人员 到奈国当局来协助政府 来搜寻这些女学生的下落 不仅美国 英国 法国 乃至中国大陆 都已经加入这项国际救援行动 但这个行动以及新闻发生的时机 对于奈及利亚政府来讲 是既尴尬又讽刺 因为这个国家目前正企图 以非洲经济大国的角色身份 来吸引国际投资者的目光 因此世界经济论坛的非洲峰会 此时此刻正在奈及利亚召开 吸引的各国理秀 包括了中共总理李克强在内 但是来的不是正面的报道 却是很多负面消息 包括奈国的贫富悬殊 治安不佳 而且特别是强人统治下 这个国家凌乱的局面 其实负最大责任的 包括这次这位主办的 奈及利亚总统 这位总统喜欢戴个爵士帽 世界各国乱跑 专门喜欢经营大国关系 他有个英文名称 叫做Good Luck Jonathan Good Luck 看来此时此刻 他的确需要一些好运 来修改这个国家物流的命运 至于这250多名的女学生 能不能够找得回来 毕竟拖延了三个多星期 而且以那国政府的 混乱的政治控制 以及当地的复杂民情来看 很多国家不抱以太大的希望 原本该是平凡的上学日 教室内尽空无一人 放眼望去 居然是这般 迷乱不堪的景象 4月14号下午 淡及利亚武装分子 纵火焚烧北部 齐伯克镇的一所中学 借着公然强压 200多名女学生上车 我朋友和我从车子上 走回家 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不似乎我们的 逢天化日 集体遭绑 少数学生幸运逃命 但更多的人 从此人间蒸发 如此大胆猖恐的绑匪 是伊斯兰激进组织 罗科胜帝 在他们眼里 受教育是犯罪 因此专挑15岁到18岁的 女学生下手 我侮辱了你的女孩 我会在市场上 长年内战 境内绑架案又猖獗 光是今年前三个月 已经造成1500人死亡 很难想象 这样治安败坏的国家 竟也是非洲经济 最强大的地方 70年代因为发现石油致富 到处可见油管 到目前为止 八成财政收入来自石油 奈及利亚也是当前 非洲最大石油生产国 几乎是人手一击 70%的当地人都有手机 目前人口1.74亿的奈及利亚 2015年将达到4.4亿人口 是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世界第三大市场 号称是最后的巨大市场 早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而其中日本手脚最快 它准备年7%飞跃性成长 今年1月安倍到访 号召积极投资奈及利亚 日本企业紧接着跟进 23岁的马奇鲁塔一家四口 年收入约60多万台币 而就像多数的奈及利亚人 马奇鲁塔的家电器用品 全是外国货 这就是利亚的房子 最多的印度人 有这种新闻的新闻 如此遥远又陌生的国家 没想到日本动画登录后 竟也能引起广大回响 奈及利亚还有个重要产业 电影工业 一年生产两千多部电影 规模仅次于好莱坞和宝莱坞 而他们自称奈莱坞 第一预算拍片 大量的方言电影 奈莱坞是非洲电影代表 36岁的导演兰斯德 拍过近百部电影 年轻人才背出了奈莱坞 每星期量产进五十部 原来奈及利亚电影人计划 用电影来平息国家纷争 竟意外让电影同博发展 但绑架事件人层出不穷 集体绑架女学生 政府不但没有派兵援助 而且一直到第十一天 才公开回应 声称进行陆海空地毯式搜索 只经过了三个多星期 但女学生人究竟在哪里 依旧没人知道 救灾不利的总统 成了众史之地 对 谢谢 你永远不让你倒下来 我担心你 2010年就任总统 除了有个很特别的名字 Good luck 这位帽子总统爱戴帽子出了名 不同场合都戴着帽子出席 收藏的帽子达数十顶 活像个嘻哈歌手 Jonathan另一兴趣 就是很爱和列强攀关系 这次重大绑架案 除了呼吁全世界帮忙救人 8号出席在奈及利亚举行的 世界经济论坛 Jonathan誓言消灭恐怖分子 我相信这女孩的殺害 高芬被喊话 难以反应慢半拍 甚至有民众在她的名字 大作文章 原本是Good luck的总统 一期间成了Bell superheroes 總統 內吉利亞政府哀哄 但面對失蹤的女學生 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 前第一夫人希拉蕊 和女權運動家馬拉拉 都出面發聲 美國也派出救援團隊 前往營救 被綁架超過三個星期 200多名女學生至今毫無音訊 可能早已被帶離內吉利亞 這個非洲經濟第一國 因為這起舉世經文的綁架案 無能的國家治理 混亂的治安民情 統統一件一件被曝露出來